国内大水灾在天亡魂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克里沙尼指出 最新发现的死者来自彭恒州 使得全国水灾死亡人数上升到48人 重灾区雪州就占了超过一半 雪州大臣纳都斯里阿米鲁丁 宣布取消州政府的元旦庆典 改为宗教祈福 并劝请私人借效仿 以示尊重灾民 面对外界指控 大道工程酿成了雪州严重水灾 阿米鲁丁也驳斥说 不寻常的降雨量才是罪魁祸首 国内水灾死亡人数增加到48人 全国警察总长阿克里沙尼指出 当局今天在彭恒再发现一名罹难者 使得州内死亡人数攀升到20人 包括两名小男孩 14名男子和4名女子 重灾区雪州的死亡人数最多 共有25人丧命 其余3人来自吉兰丹 截至目前还有5人失踪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 州政府明天起会鉴定罪难者的家庭 发放1万令吉抚恤金 这次大水灾一共有4万多名的灾民 被迫迫前往临时救灾中心避难 涉及9000户家庭 不过阿米鲁丁强调 还有很多人留守家园没有前往救灾中心 因此真正受灾的人数可能高达15000到2万户家庭 他也宣布取消州政府的元旦庆典活动 同时促请私人界跟随脚步以示尊重灾民 水灾爆发至今 州政府派遣的垃圾处理公司 已经清理多达13699吨垃圾 而在重灾区之一的刮拉冷月 部分道路将从星期一到星期四 早上8点起封锁两个小时 以加速垃圾车进入灾区清理垃圾 早上10点之后 以及星期五到星期天 则会开放让志愿者进入灾区协助清理垃圾 而为了帮助灾民 补办在水灾中丢失的文件 州政府会从星期三开始 分阶段登记灾民 只有已经在救灾中心的灾民 无需再度登记 那些没有前往救灾中心的灾民 州政府会设立多个一站式服务中心 让灾民一次性补办所有文件 同时也会从1月3号起 派员挨家挨户上门为灾民登记 对于民众不满 志愿者必须先登记 才可以加入救灾行列一事 阿米鲁定解释 州政府没有权利批准或阻止任何人救灾 要求志愿者登记 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 以及方便各单位协调 这次的大水在重创多个地区 阿米鲁定透露道路等损毁的基础建设 初步估计需要超过三亿五千万令吉的维修资金 大臣也解释 他不清楚大道工程是不是导致大水灾的原因之一 但是和吉兰丹 柔佛 槟城等各州过去几年的大规模水灾 主要噪音一样是不寻常的降雨量所致 其中彭亨劳雾18号的降雨量就超过800毫米 大量雨水从地地望沙山脉冲到雪州 加上雪州同一天的降雨量也介于300毫米到400毫米 才会爆发大规模水灾 阿米鲁定表示 在如此大暴雨之下 前手下拿都斯里纳吉建议重启的 国阵时期30亿令吉城市运河计划 如果无法承担300多毫米到400毫米的降雨量 那运河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雪州政府已经在第12大马计划中 向中央政府申请15亿令吉 以便一劳永逸解决雪州水灾问题 避免再发生严重水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